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弹车今天是首度登场了 拿着国安局正位总统候选人打造的防弹车 满久卖力挥手败票 澎湖民众也给足面子 道路上正是挤满插满旗帜的车队 也正式引爆了选前倒数两周激烈的选战级分 拜托 拜托 加油 加油 距离这样的话 角度会有点怪 谢谢 谢谢马军头 抽筋的机会大为增加 紧握的每一双手都是选票的关键 马军头上午积极在澎湖败票 下午就立刻现身在台湾的最南端 同时也是绿营票仓的屏东线 这个我所爱的地方我已经少了很多遍了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来过 像高速我没有来过 所以还是要找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亲身向乡亲肯托 要花四天从澎湖屏东出发 逆时针走完三分这个台湾 扫街败票做选前最后从此 马军下乡也不忘隔空火力支援立法院提出的决议文 从头是不是通过还是未知数 立法院有这么一个决议呢 也能够让我们这个台湾人希望成为联合国一部分的这种愿望呢 至少能够生一个根 所以我基本上是支持的 选前最后倒数马鞭九主帅亲赴基层股票再加罚装 党中央及立法院党团也扮演最大在野党角色政策护航 分进合级为选前做最后从此 据得林轩沈志明SNG小鼠澎湖屏东采访报道 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会昨天刚刚落幕 谢长廷今天继续接受学者的挑战 而这场座谈会的主题是族群以及两性平权 谢长廷表示他在当选总统之后 将会为过去政府侵害原住民的权益 带领行政团队向原住民道歉 另外他还要成立两性平等委员会 不过现场却有人质疑说 这些主张还是为了选举考量 电视辩论会才结束 谢长廷继续接受学者和NGO团体 提出的两性平权难题 关于性别平等委员会 您承诺的是否已经有推动的时间表 那如果您当选的话 两年之内是不是可以完成 我只能保证说我们马上推动 我们跟这个社会 公民社会吸手来推动 这要形成很大的社会力 才有办法影响立法院 立法委员去改变这个草案 不只是两性问题 在场代表还质疑谢长廷在族群议题的处理上有待加强 2006年高沙医勇队 乌来高沙医勇队拆背事件 2007年悲难族大猎记事件 2008年三英部落西州部落事件 无论是请愿诉愿 行作诉说的司法审判 原住民跟公民社会都是屡战屡败 我当专头 我应该代表政府向原住民主道歉 这是我的想法 我听到的 我有一点点失望 我听到的 还是选举的政绩 还有公民团体认为 不当操弄族群议题 应该透过立法解决 不过谢长廷主张 应该减少选举次数 加强媒体的改革 才能促进族群融合 记者 蒋军 庄志诚 台北报道